0403花蓮大地震 劇烈的摇晃 造成北冰街的早餐店瞬間倒塌 一家失口雖然及時逃出 但也頓時失去了家 還有經濟依靠 什麼都沒有了 小孩子也需要奶粉 然後所有東西都倒在裡面 那我們手機也沒有 身上東西都沒有 連錢都壓在裡面 從早到下午都沒有喝到奶 一場地震 家毀了 也奪走了全家人的經濟來源 幸好碰到了好心的房東 一個月一萬八千元的租金 讓一家失口還能住在同個屋簷下 但家裡有長輩 還有小孩跟孕婦 沒有工作帶給他們 相當沉重的壓力 行政院啟動天災零工措施 協助受到地震影響的民眾 由勞動部提供臨時工作機會 每人每小時補助183元 每個月最高還可以 領到兩萬七千多元 實施期間六個月 必要時還可以再延長 早餐店小女兒吳小姐 申請到天災零食工 讓他們能有收入 維持正常的生活 我想說至少是政府的會比較穩 雖然只有一點點的薪水 但是至少夠現在的生活 你至少要有錢在身上 希望能夠靠這筆收入 度過最艱難的時刻 而噎者未來還是希望 重啟早餐店 一家人在一起工作 藉由就是說這樣子的臨時工的機會 讓大家就是可以盡快的 就是回復到正常的生活 以花蓮縣政府來講的話 跟所屬機關目前大概是有 將近180位在線上 那公所的部分的話 大概是570位左右 花蓮大地震正毀的不僅僅是建築 還有民眾一路努力的心血 只盼能逐步恢復 重返往日的生活 TBS新聞高中 陳家彤 花蓮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